我告诉你 郭南忠 从头到尾 你都是清清最讨厌的那种人 还剩多少 发给我吧 不用 你赶紧回去吧 你今天能过来 就已经帮了我大忙了 你最近 是不是总熬夜啊 我没有问你能搞得定吗 搞得定 当然搞得定了 你不知道吗 熬夜是作为漫画家的基本修养 要不然 我还是留下来帮你 打住 你赶紧给我好好回去比赛 该干嘛干嘛去 你要是敢尿链子的话 我就替你老师揍你 对了 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我拿去参加比赛的作品 入围了 真的 你也太跟你世界长脸了 那你将来成名以后 我是不是可以跟别人说 这小子给我当个助理 说不定 以后你比我出名多了呢 你说得好像也有道理 我 清清 遇见你之后 我的人生仿佛都变得不一样了 我经济历了很多 以前不敢想象的事情 清清 我真的很谢谢你 哎哟 获奖感言就留到台上说 你在这儿就别跟我说这些客套话了吧 你要是想感谢我的话 就请我去吃海鲜大餐 没问题 别说请客了 以身相许 都没有问题 你跟谁学得这么油腔滑调的 总之 清清 你对我来说 真的很重要 清清 有些话 一直想对你说 其实我 住手 顾南中 谁允许你对我的未婚妻动手动脚 未婚妻 你们现在之间 筹了一份协议还有什么 我其实 清清需要的是关怀和爱 不是冷冰冰的使唤 更不是被你当成私有无品 我和她之间的事 用不着你一个外人来评价我 外人 起码我这个外人 知道清清想要的是什么 你们之间什么关系我都知道 除了假装订过婚 你还是她的房东 债主 所以你觉得她什么事情都要听你的 你更是把她当成是你的副数品 我告诉你 顾南中 从头到尾 你都是清清最讨厌的那种人 张一 你别说了 我拜托你赶紧走吧 别再给我添乱了 再说下去 你时间没法收场了 快走走走走 走走走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